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一提到甲醛呢 人们就会想到白血病、癌症这些可怕的字样 的确,甲醛的危害不容忽视 现在冬天来临了 很多人担心地暖会加速甲醛释放 这是真的吗 那医生就告诉你 如果地板的质量不高 的确会的 使用地暖呢 暖水管会直接加热地板 而温度升高 可能会加速地板中的甲醛 这种有害气体的释放 不过注意选择正规合格的地板 并且保证室内通风 还是比较安全的 除了选择正规地板之外呢 想避免家人被甲醛毒害 一定要老记经常通风 这对于外面寒冷 人们不经常通风的冬天来说 更为重要 甲醛和空气几乎是等重的 能够很巧妙地藏在空气当中 同样的开窗通风换气 也可以有效地把它赶出去 那有学者对于短时开窗通风 前后室内的污染浓度 进行了检测 结果表明呢 房间在开窗通风 一个小时之后 甲醛的浓度明显下降 而且通风除了能减少甲醛之外 还可以降低本 二甲本 这些挥发性的室内装修污染物的浓度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那需要注意的时呢 通风还需要考虑室外的空气质量 在室外空气比较清洁 污染较轻的时候 才适合通风 改善室内空气状况 如果实在不方便开窗通风呢 部分带有吸附甲醛功能的空气净化器 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减少甲醛含量 但是购买前一定要仔细查看品牌的相关测试报告 不是所有的空气净化器都有效 如果预算充足可以考虑在装修的时候安装新风系统 同样也有不错的效果 那我们需要给你必要就是 滤脂除甲醛效果是有限的 几乎每一个住新房的人呢 都会买几盆滤脂放在新家吸甲醛 但效果其实很有限 理论上来说甲醛可以通过植物的叶片吸收 从空气中转移到它的根部 然后转移到根区 在那里呢 可以被土壤中的微生物迅速降解 然而事实可能没有这么理想 每一株滤脂它吸收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 对于室内这么大的空间 小小的几盆滤脂的吸收效果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温度 营养 光照 甲醛浓度等等 还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它的吸收能力 除非你在家能种上一片森林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